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台媒谈大陆流行文化 暑期电影暴风是崛起 夸赞王一波帅气 台湾一档访谈类节目 焦雄平唐湘龙提及今年国内暑期电影市场 暴风是崛起 创下了接近400亿的票房 让人惊叹不已 其中 焦雄平说 王一波长得很帅很帅 我们看了之后都觉得很舒服 电影热烈是个很励志 很热血 很好看的电影 也是大陆流行文化现象的代表之一 好电影是大家的 无论到哪里都会获得认可 的确如此 今年是电影市场复苏的一年 特别是暑期档的电影市场 题材丰富 好品质的作品扎堆上映 可谓是百花齐放的盛况 这是值得我们开心的事情 文化市场的繁华是经济复苏的一个呈现 节目中 他们提及了多部有代表性的作品 其中分类出来三大主题 一个是以风神为主的中华文化的大片表现 精工打造 让我们看到了文化的底蕴和电影制作的精良 还有长安三万里带火了中华唐诗的魅力 给这个暑期带来别样的精彩 文化的传递方式 不再单一式 而是呈现全方位的发展 第二类就是社会性话题的作品 引发了大家关注讨论的同时 带动了整个暑期档的票房市场 这个开局就是消失的它 抓住人性的复杂 结合真实事件改编 再就是孤注一致 同样抓住当下绑架电信诈骗题材 成功盘活了电影市场 第三类 那就是运动类电影《八角龙》中 讲格斗热烈讲街舞 其中台评论员特别说到了电影热烈 夸赞起王一博 连续用了多个很帅来形容 说王一博的这部电影 通过小人物的励志故事 来衬托出追梦的热烈情怀 剩下的我们就听到他多次夸王一博帅气 给人很舒服的感觉 这个时候 在一旁的焦熊平说 这几年的大陆出来几个不错的帅哥 王一博他是知道的 很帅 街舞很厉害 他们之前一直都在说国内电影市场的复苏 暴风式的崛起 唯独提及的演员就是王一博 夸赞的声不断 看来是我们低估了王一博的魅力 随着国内电影市场的不断扩大和复苏 越来越多的优秀演员 开始展露头角 其中王一博成为了备受瞩目的焦点 Z世代的时代 他们对于喜欢的演员 自然会更新 王一博无疑成为这个时代的代表 三部影片的上映让他在电影圈站稳了脚跟 不但得到了观众的赞誉 还获得很多业内人士的认可和肯定 除了演技 王一博的魅力还体现在他的个性和气质上 他是一个非常低调 内敛的人 不张扬 不炒作 专注于自己的演艺事业 他的外表阳光帅气 内心却充满了力量和勇气 这样的反差也让他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台媒这么关注王一博 人气自然不俗 电影无名在台上映 引发不小的轰动 观影的人次创下新高 可见王一博的人气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